Hello 大家好 我是Lono 今天第二課會和大家講一下構思這個原理 我之前拍了一條影片是畫整方體 當時就講得不太清楚 我畫完這三條線之後 跟著畫的線都是有一個角度的 蓋大軟細 就是說你畫的時候這條線和這條線 它不是一個絕對平衡的關係 反而是這條線 它是這裡是大的 慢慢慢慢 其實越到後面它是會慢慢縮小的 可能很多人不太理解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你要畫一條功勞 它是直的 通向很遠的地方 更加往後 你畫的時候 它會變成這樣 越遠的地方它會慢慢縮小 但是現實中這條功勞 這兩條線其實是一個平衡的關係 但是越往後面 它是所有東西 越往後面它會慢慢縮小 那這邊這兩條線都是越來越遠 慢慢越到後面 慢慢縮小 但是因為這條 它距離比較近 所以我們看的時候 就不會覺得 突然間速度很小 它是一個很輕微的慢慢縮小 我們畫的時候 就要注意一下這個問題 包括我們畫完這兩條線 畫這條線 這條線是平衡的 但我們看的時候 這兩條線是離我們近的 然後到下面 其實是離我們越來越遠了 所以畫的時候 你可以畫到它 就算是平衡也好 但是就沒有 越到下面是越大 其實它越到下面 是慢慢會收窄 一點點的 這邊也是 是很輕微的收窄 但如果你想畫 我畫得誇張一點的頭線 可以再收窄 一點點 還有其他的線 都是一樣的 比我這條 這條來我們近的 這邊越來越遠了 所以是越到後面 很收窄 跟到這一條 這一條 這條 這條 來我們近的 這條來我們近的 這條來我們遠 所以是越到後面 慢慢收窄 下面都是一樣的 這條線 是原則上平衡 跟這條 越往後面慢慢收窄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原理來的 基本上每一幅畫 都會有這個 用這個原理去做一些判斷 這個非常之重要的 就是我們一個正方題 就這樣畫出來 還有另外一個比較重要的 這個知識點 都是關於頭線 比如說我們畫一條 圓柱 這一種 這一種圓柱 很簡單的畫 這一種圓柱 看的時候 它都會有 這個頭線 這兩條線 接到下面 慢慢收窄 這個就是 跟我剛才說的 一樣的 很容易來的 慢慢收窄 還有這兩個圓 它都會有一個 我把頭線畫出來 我把頭線畫出來 這兩個圓都會有一個 頭線的關係 理論上 大家可能覺得 它們兩個 是一個 完全一樣的圓 但其實不是的 下面這個 會偏小一點 上面會 大一點 這個也很容易來的 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這一條線 現在是比較 平的 其實越到下面 這個圓 它的角度 會變得越來越圓 這一個 怎麼理解 比如說 一個 這樣的圈 如果跟我們的眼 是平時的話 你可能會看到 是這樣 是很平的 這樣 但如果你把這個圈 放到地下 或者是 在視線下方的位 它會變成這樣 甚至說 你放到很低很低的時候 它會變成這樣 就會越來越圓 所以 看回我們 畫這個圓 也是一樣的道理 越到下面 我們看到的圓 就會越來越圓 角度會越來越大 就是 今天要講的 頭線關係 希望大家 應該都明白 如果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 留言給我 希望大家做一些結構性的練習 可以畫 一個整方體 做一個練習 做一個成果 今天要聽一見 就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